大家好,我是清欢,您去过青岛劳山的太清宫吗? 太清宫位于劳山景区内,至今已经有2140多年的历史了 它被誉为全真道教天下第二丛林,同时也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 太清宫占地面积有三万平方米 它是由三个大殿,四个配殿,一个长老房和客房组成的 哪三个大殿呢? 是东面为三观殿,中间为三清殿,西面为玉皇殿 它形成了一个中型的古建筑群 您知道吗?世界上最大的老子雕像在哪呢? 它就在劳山太清宫的后山上 这座老子雕像高50米,现在已经成了劳山景区的一个重要标志 来太清宫,除了要了解我国道教文化,不能不看古树 在这里可以看到两千多年的汉白,一千三百多年的老鱼树,一千多年的银杏树,还有七百多年的黄羊 现在您看到的这棵银杏树,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,高达二十五米 可以说是古树参天,枝干囚禁 相传,这是盛代的刘若桌道长,亲手种下的 下面我们就来到了太清宫三座大殿之一的三关殿 三关是指哪三个关呢? 是指天关、地关、水关 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古代的三位部落首领 遥、顺、雨 太清宫内不仅有古树,还有道教人物的雕刻 还有各朝各代的石刻 记载着仙人们在太清宫发生的故事 我是喜欢旅行,热爱摄影的清欢 感谢您的关注、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